第一个扯上了陆沛 第二个后面还扯上了600亿 新北最大的都更案 我就问了 林某人闪电请辞一个小时之内 请辞能止血吗 他不是请辞吗 他一定是被请辞吗 这怎么会请辞呢 他做差异化嘛 之前蔡英文那时候在台的时候 各位还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有啊怎么会少 我们立法委员小新跟龙界线同事 民进党就有一个人啊 我就不点名了嘛 租房子那个嘛 对不对 还有再也就还有一个嘛 那个卫福部的嘛 不是都这样子吗 还抱小孩 这个我们讲的 闔家欢乐 对 他也没事啊 明星八百万 现在听说 就是纪新党高官啊 高官之后 然后下来之后 还是有好去处可以去啊 所以赖青者 他是刻意要做一个差异化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间点 李某人之前是爆出来很怪 因为他一定是民进党内报的 第一第二 你看他的手法 国众两党 我苏南想象有这样的能耐嘛 但我跟你保证 你知道民进党一定会说 是来自于哪里的攻击吗 你知道会说是哪里吗 认知作战 不不不不 阿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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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透了 一定这个是我们讲大陆网军 你被人家滲透十年耶 我跟你保证 沈柏南一定会说 中国网军滲透到PTT很可怕 然后开始写这些 怎么拿到这个资料 我们去测查 然后知识不提关外情 他一定会这样子 你相信我沈柏南100% 会这样子 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就说 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这个时间点爆出来 那大家会质疑两件事情 第一个 柯文哲的事情是不是被转移掉了 我们客观平心而论 等于是本来如果没有这件事情 大家全部都讨论柯文哲嘛 那第二件事情 他是不是大家会开始在挑战 赖信德政府 内部对这件事情的危机处理 所以他第一天当断折断嘛 他就直接把他斩了啊 赖信德个性就是这样子啊 有任何的我们讲的问题 或者污点 直接就把他处理掉嘛 所以你仔细看哦 包括侯汉廷有讲说我也接到爆料 被跟奸起码一年 我觉得如果我是汉廷 我就不会讲这句话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就放给他去 自己去烧 因为大家一定第一时间会去怀疑的 绝对是什么 绝对是利于内报嘛 而且你仔细看哦 他整个细节多绵密 从跟拍今年四月 然后包括呢 这个到我们讲 19号的墾丁等等的突袭爆料 全部代表说他这个 李孟宴在这段时间 已经是完全被盯烧了 就这个人早就被盯上了 对 而且盯上他也不是随便挑一个标的哦 你今天如果是婚外情 我跟你讲效应不会那么大 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断吗 大陆籍 这才最大的重点嘛 今天他不是要杀你婚外情 我跟你讲民进党没有人在乎婚外情 民进党你大堆 好不好 根本大家都比一个两个 比数量的啦 比大小的 但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你怎么又是中国籍女子 那这个事件不就会跟赵天玲一样 做一个对比吗 对不对 因为赵天玲那时候 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笑的图 就是赖清德说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亲中爱台嘛 对不对 就真的他底下的每一个人都爱亲中 你看赵天玲也是 你看我们讲李孟宴也是 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大家会质疑到国安危机 因为你不要误会哦 交通部他不只管交通 他包括我们的通讯 对 他包括我们的通讯 我跟你讲啊 没人在乎你去跟他 怎么交往十年 大家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李孟宴是不是被渗透了 十年地下情一夕见光死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追的就是 前交通部长李孟宴的 婚外情的争议 在一个小时闪电请辞的背后 迎舞者到底是谁 更让人压抑的是 诶 绯闻对象 还是离婚的陆沛 一个八面玲珑 从事按摩业的这名女子 如何让李孟宴晕船 走上了这一条不归路 更说不清的是 李孟宴被拍到了 他密会前远东董事长 张刚为的律师 背后还扯上了 高达600亿的超大型都更案 他强调说 我跟张刚为不熟 不熟 结果你的红粉知己 去住人家的建案的高级房子 绯闻都更谎言 他的请辞能止血吗 好 今天要跟大家报信的观众朋友 现在目前可以说是风声鹤唳 上面都被查 上面都被出力 很简单 两句话 出包就下台 出事就拔掉 刀起刀落 李孟宴昨天10.59分的时候PTT 等一下 俊翔哥 是哪个周刊吗 狗仔队吗 都不是 哪个大报吗 都没有 PTT PTT昨天10.59分 我还记得很清楚 10.59分po了李孟宴前 因为他已经请辞货准了 我们昨天还在讲 我昨天还没跟俊翔哥讲 一定会准 那他被爆料说他怎么有这个10年的绯闻 那PTT到底谁写的 大家要追啊 好 那苦务主跑出来了 我的账号昨天被拿来po文 我8年没有po文了 我是无辜的啊 所以昨天李孟宴那些照片集 像包含这张 还有一个Loveview的那个 那个不知道是谁 登录我的账号 那我试图登录我的账号 我很久没上了 还好我的账号也没有被盗 那你的账号没有被盗 你也能登他也能登 那怎么那么奇怪 他把你登录以后他也没改账号 好 那不管怎么样 当事人昨天po文的账号讲说 不是我 我8年没po文了 但是我们就不用管他了 就这件事情 基本上就让一个张部长 直接应声下台 一分钟就下台 对不对 好 那这样 这个状况其实基本上呢 李孟宴本人 就那个我的判断 因为他现在也不会再对待说明 他都离开了嘛 对 他应该不知道 因为如果知道的话 他昨天不会跑去 有没有 跑去墾丁的气象雷达站 如果知道我今天 比如说周刊已经打来问我了 我明天要报了 我今天所有行程都取消了 我就离记者越远越好 对 因为他跟记者贴在一起 他跟记者一起搭高铁去南部 去市岛这个行程的时候 要离开之后才发现说 那车子在打起 要再问部长的时候 他就直接跑到台南去搭高铁 他就不跟记者同车了 那记者再问他就不回了 所以基本上看起来 他应该不知道 好 那李孟宴不知道 但巧心都知道 巧心早就有听说 这个更狠 今天只有你不知道 外面的人都知道 对 巧心说 圈内人一半人都知道 那侯汉廷也讲说 其实有人跟他爆料 那看起来跟肩也应该超过一年 那观众朋友 所以等一下巧心在我们现场 等一下我要好好来问一下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现在回头再看 今年1月发生什么事情 今年1月的时候还刚选完 他还没有当交通部长 他是行政院秘书长 对 他就跟张刚伟 他去张刚伟督根办公室 是 黄国商问你 你有没有跟张刚伟见过面 一开始他讲说可能没有 后来好像见过面 但没有声谈 对不对 4月的时候就这张照片 所以观众朋友 侯汉迷说被人家跟奸 真的什么照片都有嘛 对 你跑去跟张刚伟的律师 还不是张刚伟本人 跑去某S牌的咖啡店 坐在那边吃 而且是公开场合 他在找 而且他显然不知道他被拍 他显然不知道他被爆 他显然不知道他那一天喝完咖啡以后 就跑到永和的这一家 就是他的这个外遇第三者的住处 直接也被拍了 所以这件事情都发生在 520当交通部长之前 可是现在已经过了520以后 不到三个月以后 通通爆出来 这张照片一出现以后 哇 那他的仕途就此告终 没有办法当交通部长 火速的请辞 还要烧到赖信德 还要烧到苏仁昌 这件事情最让人看不懂是 他的仇恨值并不高 然后这个人甚至连在野党的委员 对他就说这个人本职权能是够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居然过去10年 我说地下情10年无人知 结果一戏一枪毙命 好 今天讲这个李孟宴 第一个巧幸会告诉你 他早就知道 对 还有一个是李隆盖兄弟 因为谢龙杰在台南 是 我就问居然哥 台南市的前市长赖信德 他跑去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谁带你当台南市长 就是李孟宴 但李孟宴他其实既然 全国知名度 他没有王定宇高 他没有仇恨值 他就好人一个 我也认识他 他基本上是很nice 很温和的一个人 所以现在出事了以后 其实基本上 看到大家也没有 对他牵到万里推 反正你就离开吧 因为私德 这不行 那昨天他请辞获存 左洛台院长还给他包养 说在任职上面非常 当教育部长 当行政院秘主长 可是个人的因素 勇于承担 那就离开吧 那问题是他是以前 他去当台南水利局局长 本来他是苏恩昌的人 苏恩昌借了给赖清德 赖清德用完以后 当了市长 又回到 对不对 教育部会当行政院秘主长 还借了教育部部长 所以既是赖清德的人 也是苏恩昌的人 双认证 这两个现在民主都大胆 居然呢 你就直接应声倒地 就有人在想 等一下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第一个 有人要教育部长的位置吗 所以故意弄他吗 第二个 为什么 有一些人如果有 婚外情或是绯闻 没事啊 那他为什么就倒了 现在传出来了 因为基本上 我看这个 很多人都有这样讲 但我没有办法完全确认 就是他的这个外遇对象呢 他是个陆配 前陆配 因为不是讲 昨天Paul不是讲说 已经没有婚姻关系吗 所以可能是陆配以后 又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 那这就又前迟到说 哇 又是陆配 如果民进党的高官 跟陆配在一起 那基本上 他的这个责难 不只来自于外部还有内部 支持者不会同意嘛 你哪儿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在于 他的对象是谁 第二个 这个对象在永和 昨天特别点他住哪里 结果你一勾计发现说 这个房子啊 这个建案在永和 居然是张刚伟的建案 哇 这样回不清 你今天被拍到了一张照片 结果第一时间你说 我跟张刚伟不熟 不过跟你十年红粉自己 住在人的建案里 你说你怎么没信 所以你就知道了 你今天他住在哪里也没关系 那如果他住的那个地方 建案的那个 你又正好又被拍到 说你跟他的律师 又见面 那远东航空有个操控案 那他当教务部长 是不是他有什么想法 有被问啊 立法院有问说是不是 他说没有都没有谈到这个 可是你自己私密的对象 就住在这个建案当中 后续就不会被你 大家就会扯到 而且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商 复杂的这个关系 所以呢 很快的一个小时之内 10点59分po文 12点李孟宴就决定请辞 下午行政员长卓龙泰 请辞获准赶快离开 龙哥 我们大家看到这张照片 我只看到了李孟宴 贼弟界的所在 然后张刚伟的遇事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你看到更多的讯息在里面 没有我问你啊 那个女生是谁啊 为什么要麻掉了 这个人是谁 这个是跟他们一起去的吗 现在如果说是 李部长喜 透过这个女生约他 不得不去 跟律师见面 那就会卡到 这是一个几百亿的开发案 你懂意思吗 那张刚伟如果以他要交 高贵了 他不会只工作一个李孟宴 谁介绍李孟宴 他要去找李孟宴 那他会不会在民进党里面 就是整个内阁 当时的内阁 苏内阁里面 就已经接触了很多人 但是李孟宴肯定 秘书长一定是key man 他可以做很多事 秘书长是很重要 你知道吗 当赖清德上来 发布李孟宴为交通部长 我是一嫩 我说很有可能 这就不是他的专业啊 你交通部长有人选啊 怎么会弄李孟宴呢 虽然你很信赖他 他那时候代理市长 他在台南市 我跟你说 开始很高兴啦 高兴就 点点吃三碗公盘 我们不知道 这个学者在台南 在做什么 到外面做盘头的什么 我相信李孟宴基本上 不记得说 一定是什么情形 跟这个张小姐认识嘛 是 认识以后 现在要去调查 他说这间房子一年是买的 他这间房子三千多万 什么时候买的 对 什么时候过后的 有富质吗 是不是经历 人家给你处理 你的房间的 我家给你处理了 我拜托你事情 你不方便 我经历 没关系 没关系 就说就好 所以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可以这样解读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下纸一类 必有所求 住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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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有什么人 住住住住住住 高兴不可以住住住住住 民政党你看 里面几个人 所以 讲桃花 你说的 参民不一定的感觉很严重 桃花多多开 台南帮还有 不是这样而已 还有 所以我说赖总统 清德胸要不要一次清查 还有多少桃花 含苞待放 整期一百清醒的 叫人头发沾沾沾的 没办法 你中佣义 是怎么我一直想不到 我一直找不到 是怎么他会去做交通部长 就是要掌控交通部长 没有专业的 没关系 听我的话 我信念不得到 所有的建设经育 所有的恐怖公司 那些人质 这些资源掉下来 我就是要监控2026 当初社会分配款 所以你们讲说 有人是为了内斗 把资料丢出来 你斗不了 现在民进党 谁能斗得了 赖心得 不可怜 那你为了要交通部长 这个位置 你斗了李孟宴 不好 能斗他是外部 应该就是说 我拜托你 这些事情 你总的把我 说到三名 抱歉 现在把我说 扎妹 抱歉 他把他放弄了 好 你放弄我就整棋 整棋 拥出来了 你听不懂 所以你如果要斗 一个交通部长 我说交通部长 台南帮 口袋还有两三个 你斗掉他 再上来的交通部长 也依然是赖心得的亲信 这样你听不懂 所以不是内部斗的 好 所以巧新 如果这个总定情 来自于外部的力量 你看他非常有节奏 一月 都跟办公室的新闻 四月 跟律师喝咖啡 然后你说 你三个礼拜前 看起来这个人 没打算放过 三个礼拜前 继续喂更多的情报 给你们这些 政治圈里面的人 我就问了 你们都知道 你们也不知道吗 这个就是 非常起人疑斗的地方 因为他应该要小心一点 但一月跟四月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讲到这个女生 可是实际上面 他跟张刚为之间的关系 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那那时候 为什么他不诚实面对呢 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说 或许 他的这个私人的关系 也已经被关注到了呢 他完全 好像不在乎这件事 在前几天还跟友人 私下谈到说 他对他的老婆多好 对他的家庭多好 结果没有想到隔天就被爆出 这一系列的照片了 这个跟当时的这个罗志正有 这种异曲同工之妙 好多照片的这个 这种场景都很相似 那我要特别讲的事情是呢 很多像这种斗争的 有的就会说 那是不是你们国民党 要去针对这个民进党 不可能 为什么 谁要去弄李孟宴啊 你弄下他 你也当不了交通部长吧 谁要 没有 我们国民党的人 可能对他根本没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kimoji无感 所以你会去把这整个事情 弄在一起的 绝对 是针对到张刚伟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他作为 李孟宴作为一个 这个政治人物 公务人员 他如果说 好你有小三 是私得问题 但如果你跟张刚伟之间 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 比方说这个陆配 他外遇的陆配 他所居住的 三千多万的永和建案 是这个先前有跟他密会 对不对 那请问他住宿的地方 是买的是租的 钱是谁付的 如果今天 因为十年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建案 也不是什么 很差的一个房子 那你要进屋长焦 是不是你每个月 要缴房租 或是买房子 会有房贷 然后投几款 那你这个钱 夫妻财产共有 一出去之后 太太不就抓到了吗 还可以让你十年都这样吗 所以他给安稳 在永和的这个 一户传出三千万的房子的 这个钱 会是张刚伟方面 帮他cover掉的 所以非常有这个可能性 这才是为什么 要先前先报 说跟张刚伟的律师有关系 然后一路上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小三 然后而且又是 中国大陆籍的 刚刚那个雨萱讲到这个沈柏阳 我要特别讲 沈柏阳早就讲了 他说其中一招叫美人计 你会记得吗 他说认知作战的其中一招叫做美人计 中了 中了 就美人计嘛 所以沈柏阳刚刚出来讲 要来批判李孟业 是不是现在 要彻底清查啊 李孟业只是其中一个啊 还有没有任何的政府官员 中了美人计 有这种认知作战 赶快沈柏阳现在出来讲 今天火线话题人物就是交通部长 李孟业 陷入了桃色的纠纷 观众朋友 PTT爆出了多张 他跟一名女子的亲密照 那么李孟业呢 被指控婚外情 使乱中气 而就在中午 现在也证实 李孟业请辞了 先是陈宗业 怎么又来李孟业 都是台湾班 尾汉告诉我们 过去都没事 现在出大事 背后有任何的政治阴谋吗 君业哥 抱歉的观众朋友 今天政坛算是一个蛮大的消息 因为毕竟 君业哥毕竟他是交通部长 那早上的10点59分 才在PTT 你看那个时间11点 还不到 然后呢 中午一个小时以后 不用开记者会 不用传声明稿 直接请辞了 李孟业 交通部长请辞 那观众朋友 刚刚君业哥在讲 台南帮又出事了 他讲说 台南帮又出事了 为什么讲台南帮 因为先前这个陈宗燕 他是在2012 2013年的时候 当谁的新闻局长 跟民政局长 时候在台南出的是 赖市长 赖清德市长下面的 新闻局长 对 民政局长 对 那李孟业呢 李孟业他其实当得更大 是赖清德当 行政院长的时候 因为任期只剩一年 是 直接代理台南市市长 所以呢 李孟业算是赖清德 嫡系的爱将 那陈宗燕当然也是 那当然这个事情 跟你是哪个派系 其实无关 那你要正常解读讲说 我现在反扑 你管我郑文燦什么 观众朋友 我的态度一样是 从头到头都是一样的 没有这个事 也不可能给他捅这个洞啊 所以就李孟业他 也承认说 过去这一段 这个错误的行为 让他的家人 太太非常的痛苦 所以呢 他立刻就请辞 江湖部长 现在才在谈 两岸观光客呢 还在谈全台那个 把华联到这个 台东到高雄的高铁 结果呢 李孟业就已经紧辞 紧急的请辞 看来应该是会获准的 所以这是现在 目前正常最大的一个新闻 好 我要我最后追一个问题 今天因为PTT出来的照片 都完全非常清晰 他们曾经一起用餐 在高档的餐厅出现过 所有的这一些照片 在过去都真实存在 过去十年都没有事 这个时候把它丢出来 背后到底要跟谁过不去呢 好 观众朋友 因为这个po文就贴在这边 那我们就用po文 因为po出这个照片的人 他写的文章嘛 他说因为十年来不图名分 然后呢 为李孟业独生 所以他没有另外有一个家庭 可是他就等于当李孟业的 算是外域的第三者 对 然后不离不弃陪伴他 可是呢 那段期间常带他出入高档餐厅 所以这边有吃饭的照片 对 那这个是基本上逃掉了 两个人躺在床上的一个照片 所以证明真有歧视 手上还要写个love you 可能是过情人节或怎么样的 他说最近 升任要职以后呢 就冷落了 所以就 他心有不甘 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了 所以就把这个新闻 因为他觉得说 我跟你十年 但是我现在觉得 我被你冷落 所以把他给讲出来 我的直觉认为 这个可能跟政坛的 什么更迭而言 我知道无关 就真的是发生这个事情 而当事人不满 所以把他po出来 po出来之后 当然就要负政治责任 李孟业 请辞下台 今天部长自己 深陷了婚外情的风波 你怎么看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这个 赖清德上任第一季 折损的居然是交通部长 今天8月19号 是赖清德总统上任 刚好满三个月 就是第一季 很多人都以为 经济部长有可能 什么哪个部会有可能 都没有人想到交通部 没有想到居然是李孟严 而且是因为外遇下台 好 那如果今天这个外遇的事情 说真的赖清德还真的是 赖归赖部随 怎么说呢 过去蔡政府有一个很有名的官员 曾经在这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那时候叫医服会执行长 他被爆 有小三 还有私生子 对不对 结果 没有 他升官 王毕胜 对 他的年薪 快要一千万吧 他后来升官 是 然后最后不做官了 去当土董 对 有没有 所以你看在蔡政府 有这种所谓的绯闻 没事 可是在赖政府 很抱歉 今天这个照片一出来 马上请辞 而且我跟你讲 交通部长请辞 通常是对谁 行政院长 可是李孟燕的声明 特别强调 我跟总统 及卓龙泰院长请辞 因为他是赖清德的人 迪系人马 他必须要跟赖清德说明 对 所以像这一次 你可以发现 李孟燕 他的从政的历程 最早 他其实是苏贞昌 从台北县的水利局 一路 被推荐到赖清德的 这个台南市的水利局 2010年 跟着赖清德一起上任之后 历经台南市秘书长 台南市的代理市长 那时候赖清德来当行政院长 他当代理市长 后来当了最久的行政院秘书长 从2019做到2024 然后呢 接下来赖清德当总统 他接交通部长 其实今年 他已经不止被爆这个料了 今年他被爆了好多次 什么跟张刚为的律师喝咖啡 记不记得 还被拍到照片 还有什么上个月跟什么侏罗三人 什么参序 那个命理的风水的国师 没错 所以他是被盯上了 他都有照片 有人刻意在对付他 可是之前没事 是因为那是有人跟的 可是这次麻烦了 为什么李孟宴辞职的速度这么快 不要忘记 这些照片谁手上会有 两个人看起来是亲密 躺着 你觉得君强哥 谁的手上会有这个照片 女主角的手上 要嘛是女主角 要嘛男主角 可是不管是哪一个 这种照片流出去 李孟宴都知道 事情大条啊 君强我跟你讲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 这一位被传出来 张姓的这个小三 他还被传出 可能是离过婚的陆沛 等一下 本来讲说 为了他独生 他没有家庭 结果他是离过婚 有过婚姻离掉之后 他还是陆沛啊 对 所以如果今天在民进党 这样的背景 难怪李孟宴非辞不可 好 乔皮哥 你怎么看 李孟宴这个婚外情PTT 11点爆出来 12点提出辞呈 到现在录影到一半 准辞了 你怎么看 我跟你讲 这个事情实在太大 非准辞不可 我认为是鹰派 对赖系的反扑 我记得有个场景 其实李孟宴没什么敌人 李孟宴很随和 有一次黄真国的妈妈过世 但我们刚才也熟嘛 然后我们也去了 李孟宴那时候秘书长也去了 然后这个永哥 内政部长也去了 他是一个非常随和 有耐心的人 但回到这个问题 他今天叫北孟宴 南天陵 倒霉的是 都是大陆新娘 这是在赖的内阁里面 是孰可忍 孰不可忍 一副就是好像 没有灰色地带 一副跟通北一样 就跟你的台独是完全不能相容的 最大原因除了派系斗争 你知道交通部长一年发包多少钱 多少钱 5000亿 工程发包 所以你说背后有人寄居这个位置 全世界 天下第一部真的不是内政部 是交通部好不好 钱最多 开5000亿 不是人士 是扎扎实实的 那个硬体建设 是资本门 所以派系内斗 以及他小三 找了小三 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 也都 都有风声 政坛的老将 可是为什么这时候爆出来 就是除了修理赖金德以外 然后要抢这位置以外 然后这时候才丢出来 丢得非常的精准 一句话说 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刀 一个例外 除非你神功护体 来 今天两件大事 一个是前东府发言人 古拉斯 卷入了不伦链 结果被花莲地院一审判决 被法院认证小三 要求他赔钱给原配 第二个 也是在选前 爆出了疑似 八次接受性招待的 前行政院发言人 陈宗燕 这个被监院 拿微信对话 去打脸认证 你就是有啊 奇怪了 已经认证了 居然还可以 悬殊的票数 挡下对他的弹劾案 宇轩你来告诉我们 这是什么道理 俊仁哥 我要眼影你刚刚的话 对不对 你说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爱刀 是啊 我是想登圣府风 难免遇三崩 三崩啦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法院认证了 不好意思 古拉斯是不是坚持跟你讲 我绝对没有不容 我们是纯粹 精神上的神交 这个是精神上的往来 绝对没有肉体上 任何不当的关系 结果法院根本不买单 就是一审判决 他跟这个已婚 各位有没有看到 非常壮硕的这个随护 判赔七十五万 他说司法不公 这个呢 完全是政治办案 就连呢 这名老公 丈夫都跳出来替他讲话说 哎呀 我讲真的没有 一切都是政治力破坏 等一下 俊阳哥 我问一个问题 请问今年当选总统的是谁 赖兴德 对对 大家都说法院是谁开的 说是民进党开的 整个系统都是你掌握的 到底是谁要迫害你嘛 说清楚讲明白嘛 但不管他说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的家庭纠纷 我老婆设局我 请问各位 你相信吗 到现在 还在讲不公 好啦 选前你可以看到 他隐忍低调 为了大局 现在他已经说了 要上述到底了 好 我们除了看到 这个古拉斯之外 大家就在想说 为什么 在整个过程当中 古拉斯会在这个判决之后 被人家说 选前一张脸 选后另外一张脸呢 但没有错 各位你要知道 古拉斯原本民进党找他来 是要做什么的 第一个栽培他在花莲 然后好好的经营 选县长 对而且赖金德呢 当时选举的时候 各位别忘了 还三度去力挺他 而且蔡英文心中 一直有一个遗憾 希望古拉斯能够满足 他这个遗憾 就是为什么蓝军有高金素媒 这种横跨拳台 如此优秀的原住民战将 我也好像有一个 所以当时是极力的培养古拉斯 希望让他包括行政院的经历 包括各式各样的经历 地方上的选举 就是要把他培养成高金素媒第二 结果没有想到 即便呢 曾经过去有酒驾的风波 还是一路的护航 一路的掩护 步步的高升 最后没有想到 在要登顶的那一刻 要登上圣母峰的那一刻 山崩啦 对对对 不幸的私主跌入古宗 好 另外一个人是陈宗燕 陈宗燕在选前 爆发了极大的争议 被怀疑八次接受性招待 这件事情进到了监院调查 怪了 监院调查一面认证 这个人就是你啊 可是却以11比2 非常悬殊 挡下对他的弹劾案 这是什么道理啊 俊强哥这件事情没有道理吧 你遇到陈宗燕 什么事情都没道理 来跟各位讲第一件事情 请问一下 他这件事情爆发是在什么时候 事实上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 很早很早很早之前 就已经有这个传闻了嘛 那当时有没有去查 有检调说 查无不法不起诉 对不对 结果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 是不是在把旧案重翻 就重翻了 直到了现在 俊强哥 请问一下起诉了没有 还在办 还没有起诉 对所以这有什么道理 我也不懂这个道理是什么 好 再来 监察院呢 他是已经很明确的 有两个侦办的立委说 不对 我们从你的LINE对话记录 从你的WeChat对话记录 很清楚地掌握到 的确有这个对话内容 而当中有讲一个 担当的 很久没来的 那个担当 他说因为 这个陈董是负责加速 相关的深色场所 营业变更的项目 但是只有一个陈董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是谁 陈宗燕 民政局长 只有民政局长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 所以他们就讲 不对 这是你的对话记录 而且里面的陈董 显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人 只有你陈宗燕 但陈宗燕说什么 人不是我 坚决否认 但好 没有关系 其实全世界大家都已经很清清楚楚 小云有空 到底是谁问的 到底是谁找小云 小云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天知道地知道 来哦 你看哦 贴图也是我的 头贴也是我的 都是我的 但是我说陈董不是我 就不是我 我也不知道是谁可以帮他加速 但最后2比11耶 各位 2比11弹劾 就这样 完全不成立 好 所以这个东西扣回你刚刚讲的 好怪 第一个怪是 台南地检署 重启这个案子的调查 到现在还没查个水落石出 是不是在等 等什么 难道就等监察院 这个2比11 弹劾不成立的讯号灯吗 对没有错嘛 我跟各位保证 在520上任之前 这个案子基本上是不太会动的 为什么 因为要把炒测风向 各位 今天呢 监察院真是释出第一个风向 但是风吹出来了 感觉有没有无息的力量 有没有上意 或者是在揣摩上意说 哎呀 珠子 我们表现得还不错吧 但 社会的舆论压力是什么 我们今天不就在讨论这个话题吗 民意有罢接受吗 后续还能继续这样发展 就这样子随随便便 把他掩盖过去吗 但 现在的检调 也是这样 把案子压在桌子最底下 看到陈中 要看到燕的那个字的时候 赶快先把其他的文案 跌在上面去 完全自私不理嘛 我就讲了 怎么会一个案子拖了这么久 你连起诉都起诉不了 但不管 感觉就是做出这样子 画红线 但讲白了 陈中燕 他在不在意 他根本不在意 他怎么可以不在意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日前呢 就有人募集到了 陈中燕跟他的好朋友跑去哪里 五星级的这种酒店 饭店 吃饭 喝下午茶 聊天 就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瞠目结舌 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件事情 因为各位知道 高级场所 现场都一片很安静 大家都很有气质 没有想到呢 他说 听到陈中燕跟他的友人 两个人讲话好大声 就有两个关键的名字 就跑出来了 一个叫做郑文燦 另外一个名字 各位讲了就知道了 还有 亲中立委赵天霖 他竟然还在聊别人的绯闻 聊别人的八卦 说到底谁放出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以这么云淡风轻 对嘛 就跟你讲 那是AI了 你陈中燕不要再乱讲话了 好不好 郑文燦那是AI 那是假造的 好不好 就他跟你讲 竟然还可以去聊这些事情 而且甚至是呢 最近在春节期间 他们讲 有一个政商聚会 而这个政商聚会 该来的都来了 不该来的也来了 所有的民进党 大堆头大咖 全部通通到了现场 但竟然也看到陈中燕 所以这个十几点 难不成 真的有机会 在内阁名单出现吗 而放出这个消息 包括监院这些表态 究竟是为了要铺陈 还是要让他见光死 恐怕民进党内部 还有一番新风邪雨 委员 带我们来看到 一面监院调查 已经认证了 确定就是你 一面又以悬殊比数 挡下对他的弹劾 现在最新传出说 原来一切的一切 他有可能再度 回任新内阁 陈中燕路 一片坦荡 那你性招待 是一个公务行为 这个其实是 古拉斯那个私人事情 程度是不一样的 你这是公务行为 你是以官员的身份 如果你今天没有官员身份 厂商干嘛性招待你 就是你是官员身份 厂商性招待 结果监察院的 这个调查里面 是由王美玉立案调查的 王美玉监委里面调查的话 其他委员都同意 这个调查报告 就确实有性招待这回事情 但是表决的时候认为性招待不够严重 不够成弹劾要件 性招待还不够严重 我晕倒了 我看了那个调查报告 以及表决情形晕倒了 为什么 这里面 这个总共有13个监察委员开会 立案调查的王美玉监委 他没有投票权 因为调查委员不能投票 然后其他的委员 只有两票 赞成弹劾陈仲彦 11个监委认为不用弹劾 所以弹劾案当然不成立了 2比11 那这个弹劾案有什么影响呢 就立下一个规定 全台湾所有的官员 以后接受性招待合法化 所以你们尽量接受性招待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官员封纪的标准 我不想哪一个国家官员 接受性招待没事 中国道理一定有事 新加坡一定有事 日本也一定有事 那请问一下 我们的官员没事 这是吧 台湾新价值 台湾新标准 是不是送给你赖清德520的大礼吗 你怎么看 我先讲Koros 我觉得Koros那个真的是 做贼喊做他贼 他事前判决出来 他说是不公判决 他说背后是一群人 我问你背后哪一群人 是哪一群人在搞你这个东西 而且他在讲说什么 理性随护的妻子 都是根据静周刊 然后静周刊 不管他对职什么之类的 法院现在判决就告诉你说 静周刊的东西是对的 不管前面怎样 法院现在判决就是 为了为你确有其事 你今天还好 好意思回头去讲说这个 而且随护还去讲说什么 他老婆设局 你们今天圣母峰这件事情 已经搞到人性 人性皆知 你们还好一直 睁眼说瞎话 来回头去伤害原本的合法的配偶 这是莫名其妙 那陈仲彦的事情我要讲 陈仲彦大家记得 陈仲彦不是只有这一次 他那时候是不是南检吃案 对不对 南检吃案之后高检输出调查说 南检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监察院要跟检查官 南检一方面吃案不做铺牵节 把案子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又所有都侦查不公开 监察院就是要跟他调东西之后 他说侦查不公开 我东西都不给你 对不对 然后监委已经调得这么清楚 告诉你说 小于那个对话就是你的 结果他们居然可以用2比11的判决 这些监委就丢人嘛 对不对 就是丢人 就是说起来不减小 就是说你居然可以好意思做这个判决 市政这么清楚 你说什么没有过 我不意外 但是2比11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看 我讲白了这些监委是什么 马上2026号要再提名监委了啊 陈忠燕的背景这么硬 对不对 监委谁要提名 赖清德要提名 对不对 现在要做给谁看 做给赖清德看啊 不然我怎么连任 这就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看 社界难逃啊 赵天霖他宣布退出立委选举之后 今天更多关于这名中国小三 也陆续被启底 有人说他出现夜总会 还说他老家在江西 那个共产党的老巢 再再都加深了对于共谍色诱的联想 不过最让地方选区非常压抑的是 本来地方盛传的绯闻不止一个 而且都是台湾人 怎么今天爆出一个中国小三啊 另有奇人耶 到底有几个 传出藏进人手上还有上百张的照片 会陆续出手吗 问题是赵天霖都宣布退出选举 还会有续集吗 俊江英雄这个社界非常的精准 为什么 因为一路从婚外情演到现在 大家感觉要变叠爆片了 来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最新呢 过去大家叫大家爆料天王 但已经退出江湖很久了 但现在又跑出来 这个就是前立委邱毅 邱毅他声称什么 邱毅说赵天霖这个小三的背后啊 是有背景的 他开始一个一个爬梳 他是江西省平乡市人 但是呢 曾经找到他的工作经历 邱毅爆料说 在昆山的夜总会当中呢 当女陪室 他说就是因为这一层姻缘际会 才有办法认识赵天霖 但这边呢 我必须要做平衡一下 毕竟叫张行的人非常多 到底是不是同名同姓 还是说真的掌握到 是这一名张行不得而知 但关键的点来了 他说他在2014年的时候 进入到中国一间叫做 国家开放大学里面的行政管理系 他说这个行政管理系呢 有浓厚的统战组织背景 但巧合的是 赵天霖在他进入到 这一间大学之后 过不了多久 依照我们的时序 在2016年之后 确实就进入到 国防外交委员会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 形容得点影床床 怀疑说会不会这名女子 就是有目的地接近赵天霖 好陆续去起底 现在还没完哦 居然连他注册电话的所在地 今天也有更多资料出来 回头来看看 这个被打了马赛克的 中国籍的女子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啊 我们刚刚介绍了这名张行 他的叫做背景资料 现在要来看他的行为 到底像不像 国民党就提报说 手法跟过去曾经发生过的 特务也好 间谍案也好 甚至是女特工也好 一模一样 怎么说 他说他2018年 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 他是江西省人 可是他的手机注册在哪里 上海 深圳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你今天我如果说是台北人 我会跑到高雄去注册手机吗 我会跑到花莲去注册手机吗 显然不会 而且每一次出发 他都是先到香港 再转到台湾 先到香港 再转到日本东京 这个叫做什么 第三地 而且与赵天玲见面的地方 也是在第三地 所以他们怀疑说 这个就是过去标准 如出一策的特务手法嘛 那究竟是不是特务 当然要去查 但是有人在阻挡 王鸿威委员呢 今天在立法院就讲了 包括赵天玲也好 以及郑完善 大家知道的 那两部影片 到底是不是本人 到底是不是他自己 要相关的司法单位 来进行调查 调查第一个 有没有泄游国安疑律 第二个 到底是不是变造 结果没有想到 才刚递见 有一个绿卫兵 马上出来护航了 是谁 就是郑运鹏 郑运鹏说 你如果要查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连马文君都要查下去 甚至说你这个东西 叫做个案调查 但各位 到这边我先打个岔 如果说今天涉及高度国安疑虑 甚至涉及到整个政府高官的问题 不需要理清楚 那你过去为了一个绿鸡蛋 跑去查老百姓 对不对 为了一个所谓录音档的案件 到底是有没有恐吓 去炒 淋杯好油 这个算不算个案调查 要用双重的标准 一致全民才会幸福 好我们现在讲到的都是国安危机 因为你在国防委员会 你参与了这么多 真的是不能带出去 也不能跟别人讲的这些 国防机敏的事件 现在就连我们回头过去爬出 2018距离现在也不远 我们找到了当时陪在旁边的 这个所谓的台湾陪伴的这个女子 大家吓得跟什么样 急忙切割 有这么敏感吗 其实赵天龄只要做个动作 这件事情就完全解决了 他只要出来交代清楚 我是什么时候怎么认识个女子 这个女生很干净 没有问题 他虽然是中国籍 但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疑虑 事情不就完了吗 赵天龄有没有出来解释 他是有出来 可是讲了一个模模糊糊说 我经得起考验 你们歪楼了 你只是讲这样 对所以怎么认识的 不知道 对什么时候认识的 也没跟你讲 所以这才是认证大的问题 今天最震撼的一个消息是什么 除了这个张姓女子 中国籍的女子之外 选区地方盛传说 怎么会另有其人 难道他们掌握的版本是 另外还有其他的红粉知己 绯闻对象吗 对 俊强哥 我觉得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当大家得知到 赵天龄有婚外情的时候 包括郭正亮 包括赫之恩 都不意外 他们会意外是什么时候 听到说是中国籍 就说 不是那个台湾人吗 不是我知道那个吗 怎么会是中国籍 他是中国人吗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看 郭正亮讲他说我耳闻早就听过 但是 是台湾人啊 而且还有一个压缩档 包括这个压缩档我也有拿到 但我拿到压缩档的 我是拿到这位中国籍女子的 是不是还有台湾版的压缩档 我就不知道了 那包括柯正恩说 照片曝光的时候 我看了 吓一跳说 哎 那不是这个 那是另外一个 啊 我看到的根本不是伤情 所以 是不是还有四五六 四五六是什么 很小的四五六 小四小五小六 我就不好说 但现在面对赵天龄 这个逃射炸弹 赖兴德 显然也有受伤 才会紧急的断舍离 为什么 因为赖兴德呢 虽然现在民调第一 但是他的女性支持度 从9月的39%到10月 崩跌了将近八个百分点 而这个八个百分点 等于是一成的支持度 现在 民进党最担忧的 反而不是总统选情 反而是说 在这种状况下 民进党的国会要过半 很困难 因为我们昨天跟大家介绍过 民主大联绒里面 已经有七个 已经重箭落马 已经证完了 赵天龄的婚外情风暴 扛不住了 他宣布要退出立委选举 但退选 才是风暴的开始 赵天龄引进了 中国小三来台的隔年 他就进入了外交国防委员会 而且一呆就是十个会期 其中更是两度担任赵伟 我们就问 这段时间 他参与过多少 极机密的会议 其中我们查出来 牵扯到的国造武器 包含了英勇战机 云风飞弹 潜舰国造等等 这么机密中的机密 同一个时间 他在干嘛 他正深陷 中国小三的甜蜜陷阱 大家要问 有没有泄密的可能 该查 这不才是真正 我们该关心的国安风暴吗 是啊 这个赵天龄 这个风暴 持续延烧 那他前一天晚上 十点的时候 他突然在脸书上宣布 他要退出这一届 2024的立法委员选举 那今天呢 原本他早上跟大家说 今天早上九点十一点 就要在立法院受访 因为今天立法院 是这个国防外交委员会 假动要讨论 前建国造的事情 可是呢 赵天龄一早呢 并没有给媒体 接受访问 时间要拖到拖 从十点拖到十一点 终于在下午两点半出来 面对媒体受访了 我跟各位整理家 大概讲了哪些主要内容 他说自己呢 无懈可疾 还说要跟马文君直球对决 直接点名马文君 你知道吗 再来就说 他说呢 不应该拿这些私事 来扯到国家泄密的问题 他说隐私就隐私 不要扯国安危机 还说呢 大家讨论 好像已经歪楼了 你知道吗 俊央哥 他这个讲话 好像是说 不要把他的死感情 跟国安危机 连结在一起 可是大家就想问 你这段感情 难道真的没有 国安危机吗 难道真的没有 国安危机吗 好 我们今天说 深陷飞闻风暴的是谁 是赵天龄 现在认错的是谁 是赵天龄 最没有资格讲歪楼的 也是赵天龄 为什么 大家对你的怀疑 有没有泄密 因为你掌握的是 极机密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里面有多少场 连手机都要交出来 才能进去会议室 这么机密的讨论 而同一个时间 有没有重叠到 这个中国小三在一起 我们的怀疑 一点都不用怀疑 这也不是歪楼啊 好 可是今天大家记得 都想问了 过去这么多 共谍案 那这次赵天龄的感情事件 有没有可能跟共谍案 有所牵连呢 今天记者跑去问谁 往往去问了国防部长邱国正 那邱国正的当下 也回应大家说 我不做这样的评论 那国防部呢 最近也饱受 这些批评的影响 等于是他不想要 帮赵天龄来背书 可是现在大家 外界就想直指 包括林涛就指出 其实赵天龄 这段感情背后 国安问题 其实有三大疑点 包括说 他本来就是 国防外交委员会的委员 那现在遇到外遇 这个身份不明的名字 这个关系长达十几年 难道是当中 没有一些官员 或是同时间的重叠吗 再来就是说 赵天龄 他说自己没有泄密 但是问题来了 没有一个任何机关 去做调查 确认 今天有没有泄密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 必须要有机关调查之后 确认你是安全 确认你是save 那才是你没有泄密 再来第三点 要说 那国安单位 有没有确实掌握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 为什么邱国正不敢帮他们背书 因为国安单位 显然是没有去调查 这一块的 好 旺哲 我们再来 要来从时间点来去套叠 你知道 我们看到了照片出来 亲密画面流出来 都是2018发生的事情 但赵天龄 什么时候进入了 外交国防委员会 接触了这些机密的会议 凡此种种 一查一叠 不就知道了吗 是 今天这个郭贝宏 就是跟赵天龄 同个选区 这个独派大佬郭贝宏 他今年要选立委 他就点出了当中一些猫 你要说 这个女生在2018年的6月 透过赵天龄办公室的主任 用医美名义来台湾 可是赵天龄是在隔年 2019年的这个 这个二月进入了立法院的 国防外交委员会 到现在已经五年了 这当中难道没有 泄密的问题吗 而且这五年当中 赵天龄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担任几次召委 担任两次召委 分别处理什么案子 他说这五年当中 他提案包括了这个 防治经济建立案的勤工法 还有国安法 甚至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甚至他当朝委期间还省过 我们的国防重大预算 我要给苏妇各位听 包括了F-16V的军购预算 2300亿的海空战力升级 甚至还包括了一些 种种的一些海陆空的预算 甚至我们还组更细一点 这当中还包括什么 包括F-16V F-16V是什么意思 他是可以征收 这机型是可以新型征收 可以媲美中共解放军的 金二十的感觉 现在空军最强的绝对主力 就是F-16V 对 这个也在他担任外交国防委员 开了无数次的机密会议当中 省过的重中之重 还有呢 是 还包括了这个永英高教级 这也是我们这个国机国造的一个 非常骄傲的一个东西 另外还包括了这个 天宫三行的飞弹增程 这个问题是在 这个是可以拦截短程的一个飞弹 因为我们知道 为什么要过这些预算 这些项目 因为这个项目对台湾的国家安全 台湾的国防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武器 所以包括了天宫三行增程 还有这个雄三行增程 另外还包括了云峰飞弹 还有潜戒国造等等 你看哦 这么多跟我们国家国防安全有关的 都在赵天宁 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任务通过 那你就大家不禁怀疑 难道你不会把这些资料 给泄密出去吗 难道你不会把这资料 外流到你的整边人生 这是大家要打上问号的地方 我最后抓一个时间点 非常好做出理解 今天扯出了 他引进中国小三 以医美之名进到台湾的这个时间点 2018年的6月 然后他进入了外交国防委员会 是在8个月后 2019年的2月 所以如果时间点的确没有在一起 所以今天 赵天龄在媒体前 他终于出来 他说时间点都不在一起 也的确是都不在一起 但我们要问 你们在2018年6月见过面之后 就一直没有见面了吗 2019年2月之后 你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你们没有一起出游 你们没有留下影像了吗 你要确保哦 要不然会不会才说嘴又打嘴呢 是 所以这是大家非常好奇的点 那也让民进党不得不开闸一个道理 我就在那边讲 因为我推论 这次的赵天龄主要原因是挡到了 民进党今年选举的主旋律 叫做抗中排这个议题 所以赵天龄又跟这个中国籍民主 关系开始不明 那背后的这些动机 好像也是一层沙一样 大家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他会觉得说 民进党为什么让他退选 我觉得其来有志 最致命的存在是什么 是这个小三牵扯到道德的层面 还有更要命的是 他是中国籍 这个中国籍小三 第一天网络上就有人说 一看就是个间谍脸 网友立刻就牵过去这里 为什么 绝对不是无地方 是 你来看看 他们多少是利用美人计 利用美女间谍去套取他们想要的军机 跟极机密的资料 是啊 中国大陆使用这个美人计 其实在全球各地都有遍布 那我们先讲美国这个例子 美国他们有统计 他们在境内已经有数千名的 所谓的女间谍 其中这个女间谍以中国女子的手段为最高 我们就来介绍这个中国女子 她叫做方方 她当时是以学生的身份 在当地在美国这个境内 来解释一些这个政要等等 甚至还跟大家发展一些恋爱关系 很漂亮 你看看这个画面 对 非常漂亮 非常清秀 其实看起来 美清木秀非常漂亮 非常雅致非常端正 可是他居然是间谍 因为他跟当地的政要 发展一些恋爱关系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私密的关系 甚至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而渗透到美国的政治圈 来获取情报 可是这当中就有人晕穿了 谁晕穿了 就是加州的众议员史沃威尔 他的后来 他的众议员 后来被发现说 你晕穿了 而且你晕穿对象 是个中国籍的间谍 后来的确 他后来的位置保住 可是大家想 三年过去之后 这个众议员 走到哪里 还是被呛到哪里 说你曾经跟这个 中国间谍走在一起 甚至这个剧情 曾经被翻拍成一个电影 叫做谍影特工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知道 这个间谍在美国 可以说是非常的常见 爱上中国小三 最后退出的立委选举的 赵天龄 又回到了新闻版面 因为他找到钱多多的工作了 他获聘成为军工股 荣刚的独立董事 外面炸锅了 一个跟中国小三扯上边的人 他足堪重任吗 合适吗 还是说那句话 你只要跟对人 颜色对了 抗中是工作 亲中赚钱 才是生活啊 甚至要跟你讲个重点 毕竟人家是亲中爱台 亲中爱台 这个台湾的社会绝对会善待他的 为什么 因为原本赵天龄 他是国防外交的委员 但是因为跟这个中国籍的女子 吞吞吞吞吞 所以那大家就质疑啊 不是啊 你跟这个女子结交之后呢 然后还这种跑到第三地去优惠 然后优惠完之后呢 你回到台湾之后 竟然转任到国防外交委员 他原本不是国防外交委员 所以你到底会不会有卖台一律啊 这个重点其实根本不在于他偷吃啊 但没关系 因为也不用解释 因为他爱台湾 亲中又爱台 所以呢最后即便他现在立委后路断了 没想到党会给你安排好 为什么 他现在接任了龙刚的读董 等于呢 大家讲说 哇我们天龄兄走没几步路 马上又在华丽付出 真的假的 而且这个赵天龄心情显然很好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 他说感谢上帝 没有安排 说宇权发生什么事情了 是安排龙刚 不是不是不是 是原本哦 他要去那个冲城 对不对 叫他机票 我不知道他去冲城找什么 希望跟中国籍女子没有关系啦 但是他机票 订错了 可能太兴奋 订到了昨天 就订到昨天之后呢 他说 我只好要回家 回家之后 在机场竟然 巧遇到一个司机 你看就是这张照片 这个很显然是他的司机 这个自拍照 赵天龄笑得很严重 因为订错航班呢 给他温馨接送 在当中说 你曾经帮助过啊 委员 我非常感谢你 他说 心里满满的祝福 所以你就知道 显然赵天龄 在立委落马之后呢 心情已经平复了 而如今 华丽转身之后 带着全新不一样的 读懂面貌 从回大战面前 好 今天呢 你好好来跟我们讲一下 荣刚啊 今天大家都在说 这是一个 非比寻常的一间公司 太敏感了 所以 国防委员出身的 赵天龄 然后爱上 中国小山的赵天龄 哪里都可以去 进到荣刚 就非常的让人担心 这家公司做什么的啊 应该是分两个层次 赵天龄 正是因为 他是国防外交的委员 所以才会被 这个军工古荣刚给向中 但与此同时 他就是因为 他是国防外交的委员 所以跟中国籍的女子 才会大家 质疑说 你会不会泄密啊 但讲白了 你当立委会泄密 但是你到荣刚 这边也不遑多让 为什么 因为荣刚这个军工股呢 他所制作的 都是这种特殊的钢材 特别是呢 包括我们讲 铁穹飞弹 有没有 他所使用的钢材 也是使用荣刚 而且 他所涉及的客户跟对象 都是各国的国防单位 或军火公司 因为他的钢 就是for weapon 或武器使用的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拜托一下 你这个亲中人 对不对 虽然你爱台湾 我们知道了 但是你这个亲中人 会不会也把 这些相关的国防机密 甚至是各国机密 还不只涉及到台湾 泄露给对岸 泄露给你的中国籍女子 所以大家对于 他就任这家公司的读懂 也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赵天龄这一次的华丽转身 背后是不是党有安排呢 另外一个我要问的就是 曾经请全党 请全力要抢救的王毅川 这一次党会救他吗 对 因为过去呢 曾经有一个活动 叫抢救毅川大兵嘛 但现在大家想说 不对 2.0版本 续集抢救王川天兵 为什么 因为原本的 这个清零行动 那种如我如荼 大家还讲说 后续啊 我们要罢免 栏尾啊 后续啊 我们要公民投票 后续 我们要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不对 你知道最近发生什么状况吗 群组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一堆人退出来 所以呢现在就有媒体人说 哎 怀疑会不会就是因为 王毅川这个人 成为绿营的战犯 为什么 因为清零行动 各位是什么时候 5月24号 那5月24号那时候 刚好王毅川踢爆了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在监控你嘛 我们监控这个人流 我们对比这个人流嘛 而且现在侵犯 隐私权大炸锅 因为你说改革 无法违法违宪 结果王毅川的所述 每一件事情 也是违法违宪 所以大家想说 不对啊 原本清零行动 弄得好好的 会不会因为你 王毅川失焦了 弄失焦了吧 对不对 而且你看哦 不只是王毅川 现在这个人 自己在船上 所有人 大家都跳船了 谁 林佳龙他的老板 也跳船 对不对 刘四方也跳船 国安局蔡敏也跳船 结果 连三大电信公司都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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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头到尾 没有跟王毅川 有任何的业务往来 更不可能提供他的资料 甚至远传呢 还讲得更绝 说我们绝对不会 从事这种呢 将第三方这种 可识别的资料 或者是进行可对比的资料 特别是以后在政治上使用 所以换言之 所有人现在 都只做一件事情 就赶紧跟我们的共川 切割 省得引火自焚 所以 这个地方我还是问 就是说 到底谁提供资料 给他能够有这些资料 中华共同国安局 就是电信公司啊 所以你切割 切割 切割 翻得了页吗 对 就要跟你讲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在讲 能耐的问题 就是说你做不做得到 但现在各位 答案真相大白 为什么 中华电信公司会保证 百分之一百做得到 因为还记不记得 之前疫情期间的时候 那时候曾经在万华 一次监控高达 六十万比人流的追踪 所以最后才可以锁定说 谁是阿公点的客人 谁是阿公点的 这个女陪士 谁是他们所接触过的人 再来还有第二套系统 第二套系统 我们刚才讲的是 锁定区域 锁定范围 但你也可以锁定人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是不是有 很多确诊者足迹 陈时中每天出来 跟大家报告说 他去过某某百货 去过哪里 去过哪里 大家还有印象 不是啊 那你不会好奇吗 这些资料到底哪里来了 结果答案就是中华电信 因为中华电信那时候 就透过基地台的三角定位 把所有的人流给追踪 给监控 但当时为什么没有违法 其实有争议 但是因为有传染病防治法 所以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呢 主缺违法事由 但请问俊翔哥 现在有什么疫情吗 没有啊 Covid-19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如果说 你现在还把这一套系统 拿来使用 而且不是用在疫情 是用在你的阵底 你完全没有正当性 用在你的造势场 不可以 用在政治工坊 不接受 吓死人了嘛 所以他们现在就怀疑说 中华电信 说清楚 讲明白 即便你再怎么切割 但显而易见的 这件事情 只有你有能耐做到 而且中华电信有一个人 还自己招任 说了大实话 这个人是谁 他是前大数据总监 李承伟 中华电信里面的深喉咙 媒体都有报道了 踢爆说不对啊 可是2020年的时候 这个李承伟 就已经在总统大选期间 找了民进党的高层 找了民进党的幕僚 到中华电信开会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 属实的话 我跟你讲 可怕了 你知道可怕在哪里吗 等于是我们的疫情系统 事实上是原本拿来 做政治增防使用 只是后续延伸 拿来做功德行善事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华电信必须告诉全民 到底这条系统停有了没有 到底现在还有没有在运行 好 委员 人家荣刚 他去聘赵天龄来当独董 为什么外界炸锅了呢 我发现全台湾 所有的男性朋友们 都羡慕得不得了 都对赵天龄 投了一种偶像崇拜的眼光 不信你看望着 那个表情就知道了嘛 所以你看看 又有美人 又有金钱 虽然江山一下子没有了 可是你怎么知道未来会没有呢 所以七转八转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龙钢通常 不管是哪一个龙钢 还有什么 前几天 有一个毕胜先生的中华金控 或者是美花姐姐的 一个什么更高党的金控公司 等等 做独董是干什么工作 就是独立于董事长 跟董事会之外 可以指点江山的 要不要每天上班 不用 要不要打卡 不用 有没有车子可以送你来上班 有 有没有司机 有司机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人的 每一年薪水多少 就比照董事长 基本上是比照董事长 你都打个折扣 说你不用上班 那当然是有政治因素 因为有些 有些这个大工上市公司 他找独董 有几层意义 第一个 他找真的有经营私人的专业 第二个 他真的是有很强的 学术界的能力 有些强的教授 对不对 那第三个 就是有特殊的关系 可以当门神 所以现在民进党执政 那民进党执政 当然要找一些 民进党的人来当门神 所以赵天宁 合不合不这标准 那百分之百符合标准 因为民进党可以 赵天宁也可以 可以 性贿赂不要有问题 都符合这个标准 而且赵天宁因为有 我们不要讲托吃中国女子 他有中国的亲友 女性亲友 所以他未来再打开两岸关系 说不定赖清德觉得 有独特的用途 听说那位女子在大陆上 也有两把刷子 那搞不好从此以后大陆会 开始走赵天宁路线 来跟台湾沟通 哎呀 所以更要给他安排个好位置 那所以如果哪一天 走龙太打电话给龙钢老板 哎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阿林啊 最近 书要搶这头标 你把我们搶这头标 还说要什么头标啊 要顾头前顾后边 你自己看啦 秦司会不会比你们党事长较少啦 哎对不起 兵公公请赵天宁大立委 荣任荣刚的什么 独立董事 那薪水支票就拿到在面前 哎 请赵独董你签诉 你爱填多少都填多少 你看 全台湾的男性朋友们 哪一个人不是投以这个 鼓掌欢呼的眼光啊 不信你看到右边这个帅哥 对不对 只想得很无奈 对宁可不当什么议员立委 对不对 宁可去当这个位置 对不对 今天建议来到现场来告诉我 你的同僚 占有今天赵天宁的华丽付出 你怎么看 这对赵天宁来讲 有一些不公平啦 毕竟他的精致力 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够不够 够 那他的一个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婚外情等等 我觉得他欠社会一个道歉 这是事实 那至于说 这个跟国家机密 跟他担任所谓的独董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相干 毕竟我们对龙刚来讲 我们都不知道 他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独立董事 到底在公司行使的职权 职务是什么 会不会有所谓的泄露 泄露国防机密等等 这跟马文军是两件事情 马文军他是真正的 把所有的东西给韩国 说真的这是事实 但是赵天宁这个 还没进去的时候 你把这样的一个论述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可能做错事情的时候 想要好好的来做一个 弥补补偿的态度的情况下 你现在用这种多 有没有可能泄露国防机密等等的 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 毕竟赵天宁40几岁 对我们台湾社会上 真的欠一个道歉 在家庭的一个关系 婚姻关系当中 但说真的 他的专业度跟他的领域 我觉得任独董 或许是一次 让他可以有好好表现的机会 好 杨明你怎么看 现在民进党有这个独董潮 这个你看王美花 去金控公司 然后王帝胜 也去金控的子公司 然后这个所谓的 林志坚 要去这个媒体的子公司 各个都是 要么是总经理 要么是独董 然后赵天宁 哪一个独董算什么呢 他本来 如果今天没有出这个事情 他可能2026 就高雄市长了耶 所以 只是他现在区居一个 虽然上市公司的独董 老实说 对他来讲 真的已经是很委屈了 当然我还是得要强调 对于任何政治人物 他的所谓品德 去做检验 可是当他回到民间 他能不能再起 这个当然 我目前看起来 赵天宁是期待 有机会 有朝一日再相见 不过我觉得王毅川 最近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时间 好像比较低调一点 他说这个都进司法 我们就司法处理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 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咱们咱们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